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这个字的字形看起来像是房子的侧面 上面有屋檐 底下有两根柱子 因为在古代造字的时候啊 这个字原本是房屋的意思 可是后来呢大多被用来表示数字了 六是一个数目字用来表示数量 像是六只猫 六双鞋 大鞋写作陆地的鹿 六也用来表示次序 六月 六年级 第六天 成语三姑六婆 原本是指古代妇女的九种职业 三姑是尼姑 倒姑 挂姑 六婆有凑合生意的中间人 也顺便买卖人口的衙婆 妓院的妈妈桑 前婆 帮人接生的吻婆 卖药的药婆 还有媒婆跟巫婆 这些职业被当时社会认为是不高尚的 但是古代妇女啊大部分都足不出户 只能等着这些三姑六婆串门子的时候聊聊八卦 就容易在那个时候啊造谣声势 所以就有人用三姑六婆 来比喻那些爱搬弄是非的妇女 三头六臂是出自佛教的典故 佛教经典里说 阿修罗有三颗头八条手臂 这个阿修罗啊是恶神啊 虽然属于天界性情狡诈阴险 体型高大 力大无比 三头八臂就是它力量强大的象征 后来这个八臂呢也被说成六臂 所以三头六臂就从这儿出来的 用来指本领强 力量大 六神无主的六神 是指人的六大器官之神 六神无主是指身上所有的神魂都失去了定位 也就是心荒意乱啊 六神无主这句成语呢 建于古典小说之中 像是在《醒世横眼》里面提到明朝 有一位汪知县 因为知道庐南是个才子 交友广阔 又听说他家中的园林造景非常特别 有心要与他结识 便让人去请庐南来会面 庐南天生适才傲物 知县一连请了五六次也不理会 知县见庐南不肯来 情愿自己前去拜访 差人跟庐南盯了日子去赏梅花 然而就在约会的前夕啊 因为心的暗怨道任 必须前去接待 只好改齐 等到知县事情大致忙完 已经是春季桃花盛开之时 又令人去和庐南再约齐见面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 就在知县正要赴约的时候 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夫人 忽然流产了 晕倒在地 血沾满了身子 把知县吓得是六神无主 根本没有心情去喝酒赏花了 只好差人再去向庐南告罪 六神无主 这句成语用来形容 兴荒意乱 拿不定主意啊 在历史上 和六有关的典故 还有欧阳修的号 六一居士 这个六一呢 是六个一的意思 指的是藏书一万卷 金石一文一千卷 琴一张 旗一局 九一胡 还有欧阳修他本人 一老翁 再加在一块就叫六一 六这个数目字 代表是吉利的 如果车牌门牌上有六这个字呢 常常会认为是好的吉兆 红包的数目呢 常常也要跟六有关 但是 在西方文明里面 三个六 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数字 按照圣经启示录的记载 六六六 和恶魔撒旦有关 另外 在原杂剧《斗鹅冤》里 斗鹅被贪官误判 冤枉而死 在即将行刑的时候呢 斗鹅许了三个愿望 如果 他是冤枉的 第一 刀过人头的时候 血向上喷 不要留在地上 第二 六月天 要降三尺白雪 第三 要连三年 大汉 证明 他是冤枉的 结果 都实现了 所以后来这出戏 有个别名叫做 六月雪 汉字相声 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联合制作 谢谢收听